记者李新峰台北报道,针对美国副总统彭斯四日全方位反击中国,抨击北京当局企图破坏美国总统川普政府,干预美国政策与政治,彭斯还谴责北京夺走台湾友邦,威胁台海稳定,只虽然华府尊重一个中国政策,但拥抱民主的台湾展现了一条对所有中国人都比较好的道路。 总统府今天上午对彭斯的谈话表达感谢之意,总统府表示,在两岸关系上,诚如蔡英文总统所说,我们对两岸关系的善意不变,承诺不变,不会走回对抗的劳碌,但更不会在压力下屈服。 而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,台湾也将持续与区域各方协力,坚定承担区域和平与繁荣维护者的角色,共同为两岸,区域间的安全与福祉作出贡献。 彭斯4日在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时,全方位反击中国,并指控中国在南海骚扰美军船舰,扬言华府不会被动贺之巨吓跑,他指责北京威胁台海稳定,强调拥抱民主的台湾展现了一条对所有中国人都比较好的道路。 对此,总统府表示,我们已经注意到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说,表达美国对区域环境的重视,和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作为的关切。 彭斯副总统在演说中几度提及台湾,对于美国政府肯定台湾民主成就,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,以及对区域安全情势的关注,我们表达感谢之意。